当太子杨勇渐渐失去隋文帝夫妇的宠爱之时,有一个人却躲在暗地里哈哈大笑,他就是一直在基于太子之位的晋王杨广,他知道大哥的失宠正是自己夺取太子之位的最佳时机,于是杨广也将化身为大隋王朝第一营地,他靠着自己精湛的演技,不仅获得了父母的宠爱,更是获得了全天下人的芳心。 杨广是杨坚夫妇的次子,他不仅仅长得很帅,而且从小就聪颖过人能力很强,公元588年,年仅20岁的杨广,就作为平臣主帅,为大隋统一天下立下了汉马功劳,之后又长期担任杨州总管,主政将来很得忍心,他无论是对大臣还是下属,都非常礼貌和谦虚,从不摆架子,因此还赢得了李贤下士的美名。 杨广将大狱,手下赶紧拿来羽衣给他披上,但没想到杨广却历声拒绝道,将士们都还在林医,我怎么能独穿羽音? 其结果就是杨广全身都湿透的同时,很多士兵的眼睛也湿润了,跟着这样的领导感,直。 杨广的仁义之举,也迅速登上了大随王朝的热搜,雄心勃勃的杨广知道,光得到下属的好评是远远不够的,更重要的是得到领导赏识,而他如今最大的领导,就是自己的父母,为了剥取父母的欢心,他也可谓是煞费苦心。 杨广知道父母崇尚简朴,因此每次入宫奏势,他都轻轻简朴从不铺张,他还刻意把王府布置得非常简单,房间里的屏障用的都是素色粗布,既没有图案又没有颜色,乌鸦鸦一片,朴素的让人心疼。 杨广虽然精通英律,但为了政治地位,他也豁出去了,杨广大手一挥,把家中所有乐器的琴弦全都弄断,上面落了一层挥也不让人取葬,任辉尘布满钦房和乐器,看上去仿佛已经荒废好久了。 有一次杨坚夫妇嫁临晋王府的时候,看到了这一切,不由得对杨广大家赞赏,认为他博好生色,完全继承了父母艰苦婆娑的生活作风,讨好完老爸,还得讨好老妈。 老妈不是一直在提倡一夫一妻致吗?杨广就把晋王府里年轻漂亮的侍女全都屏蔽掉,换成又老又丑的,如此一来,他自然就给独孤皇后留下了不济女色,甚至厌恶女色的良好印象。 除此之外,他还整天和自己的王妃萧氏大笑而爱。在这点上萧妃也是夫唱妇随,他对杨广的上尾帮助很大。 萧妃本来是后梁国主萧葵的女儿,因为生在二月,按当时迷信的说法就是客父母,按照惯例就要逆死,萧葵不忍心杀害这个小生命,就把她送给了自己的弟弟抚养。 没想到,长到八岁的时候,领养她的叔叔死了,于是父母又把萧妃托付给了她舅舅。 没想到舅舅一家过得相当清贫,所以萧妃小时候过得也是粗茶淡饭的日子。 直到十四岁,隋文帝替自己的二儿子杨广求婚,宣众了她,萧妃这才开始体验皇家生活。 可是她刚找到一顶后梁公主的幸福感觉,她的娘家后梁就让隋朝给灭了,这难免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。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,坎坷的精力也磨点了萧妃的性格。由于她自身就带着衣骨很自然的高贵书卷气,加之她应在贫寒的舅舅家长大,所以她比一般的贵族小姐又多了一份谦和。 而王国之痛,也让她在政治上更加敏感和成熟。 成熟懂事的王妃和叶欣勃勃的贱王在一起,正所谓是将与良才,彼此配合得相当默契。 即使监王忍不住,偶尔搞点风流运势,萧妃也能以大局为重,不仅不去找独孤皇后告状,反而还帮她掩盖的滴水不漏。 人前人后依附模范夫妻的样子,而杨广也很配合的把漂亮姬妾都藏在密室之中。 她知道独孤皇后最讨厌小妾生子,因此姬妾所生的孩子也全都被她偷偷弄死。 因而在杨广当上太子之前,她只有两子一女,而且还全是萧妃所生。 据说每当独孤皇后派身边的宫女,前往扬州探视剑王夫妇的时候,萧妃总是与她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,在同一张床上睡觉,和她们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。 很多宫里的绝密信息,也都是萧妃从这些宫女那里得来的。 宫女临走的时候,她们夫妻俩还会再送上衣分厚礼。 连车带拿再听好话,把这些婢女感动得那是一个个眼泪汪汪的。 回到宫里后不住嘴的在独孤皇后面前,念叨杨广夫妻俩的好。 这让独孤皇后也相当感动。 这孩子对我的奴仆都这么尊重,正说明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。 杨广夫妻俩简直就是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翻版。 独孤皇后看了自然是非常喜欢,皇后的态度也深深影响到了杨坚。 杨坚对杨广也是越看越喜欢,觉得她竟如厨子动炉脱脱。 无论干什么都是那么可爱,对杨勇则是越来越讨厌。 觉得她竟如瘫痪动炉癫性,无论干什么都是那么可恨。 就在杨广夫妇聊大秀恩爱的同时,杨勇的妻子袁是不明不白的死去了。 独孤皇后一度怀疑是杨勇毒死了袁氏,为且杀妻这可就触犯了独孤皇后的道德底线。 古代婚姻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妇之言,做儿子的居然把父母为她迎娶的媳妇杀死,换成自己选中的情人。 这不光是对待妻子的问题,更是怎么孝顺母亲的大问题。 就在这一年,隋文帝接见了一个来自南方的树士围顶。 此人原在南辰担任太父亲,十几年前,他曾奉命出示北周欧瑜到了杨勁。 大为惊奇之际,就偷偷对杨勁说道:"观公容貌,故非常人,不就必大贵,贵则天下一家。 功相不可言,怨身自爱。 后来围顶的预言竟然全部实现了,实践是检验术士本领的唯一标准。 因而杨勁对他也极为信服,在平尘后特意把他召到长安,与其来往密切,奉为上边。 这次为了给寡居的小女儿兰宁公主则许,杨勁专门找维顶来给他看下。 很快正事就办完了,他又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,问了维顶一个问题:"我那几个儿子谁可以继位?"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,都会察觉出杨勁的贤外之音。 维顶是何等聪明的人,所以他的回答也非常有水平。 至尊皇后所最爱者,即当与之,非臣敢于之也。 大概意思就是说,当然是皇上和皇后最爱的那个儿子继位,这可不是臣能与之的。 杨勁听了大笑道:"看来你是不愿明说啊。 隋文帝问的有趣,为顶答的也有趣。 要知道当时太子已经立了十多年,按理说,谁应当接班早就是板上钉钉的事。 隋文帝根本不该有此疑问。 但他既然这么问,那就说明,此时杨坚对杨勇已经非常不满。 动了废太子之心,然而太子号称国本。 如果没有重大变故,轻易不能费力。 所以杨广在父母心目中的地位虽然不低,但是要想把太子拱下来,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。 于是嗅觉敏锐的杨广又开始了他的表演。 恰逢他回京城省亲,假期结束后准备返回杨州。 这一天他入宫向母亲辞行,人生如戏,全靠演技。杨广今天扮演的角色是林妹妹。 一见母亲,他就扑通跪在地上擒着眼泪说道:"儿臣镇守在远方,就要与您道别了。 心里真是万分舍不得。 这次分别后,下次相见。 不知要在什么时候了,话还没说完,他就已经泪如雨下气不成声。 有人总是感性的,即使贵为皇后也不例外。 更何况天下又有哪一个母亲,会怀疑儿子对自己的感情呢? 即结果就是独孤皇后也被感动得潸然泪下道:"你在方阵,我又年老,今日一别也不知何日相见。 母子两人就这样相对而起。 杨广觉得气氛营造得差不多了,便开始添油加醋地告状了。 他哽咽着说道:"我平日常常顾念着兄弟之情,可还是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太子。 他每次见到我都是咬牙切齿,杀气腾腾。 我真怕他会在您和父皇面前敬我的禅言,或者干脆派人给我下毒。 我只怕以后是再也看不到您老了。 本来独孤皇后就一直怀疑儿媳妇原始是被太子杨勇毒死的。 现在又听说自己钟爱的儿子害怕被大哥投毒,一下子就触及到了他的心事。 独孤皇后的怒火也随之被激发出来。 于是他咬牙切齿地说道:"先得罚这孩子,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的。 我为他诠释,本来希望他能兴加利益。 但他却对人是不理不睬,反而专宠那个贱货阿云,还跟他生了那么多猪崽子狗崽子。 我那可怜的元首儿媳,本来一点兵都没有,却忽然就死了。 还不是他洋用派人投毒所知吗? 事已至此,我也没有追究,没想到他竟然还想害死你。 我还活着,他就敢如此猖狂。 假如以后我不在了,他岂不是更要把你当鱼肉了? 一想到将来你父皇百年之后,你们兄弟几个腰对着那个贱货阿云上的猪崽子跪拜,我的心里就无比痛苦。 说完之后,独孤皇后搂着杨广,又哭成了一团。 这样一来,所有想说的都已经说过了,所有想听的都已经听到了,所有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。 杨广本来还有些犹豫的心,现在已彻底塌身。 于是他也正式启动了自己谋取太子之位的大爷。 但为了确保自己能顺利登上太子大位,他觉得自己还必须在朝中,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。 各位兄孩猜猜这个支持者是谁? 还不至于是的。 他是谁? 是谁我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